我生病了 不就让我吃这个 有的吃就不错了 哎哟哩 我这是找个什么孽 找了你这么一个儿媳妇 您怎么不让您那个 最爱的小儿媳来照顾你 您不是她的好婆婆吗 嗯 为什么说不能嫁了兄弟的家 好看就对了 这可是送给小小 你说你非在这找不通还干嘛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妈可没给我买三斤呢 都是一家人 你计较这些不丢人吗 谢谢妈 狠点 你 妈 小小来了 妈我去帮忙吧 没事 你做的就好了 让你嫂子一个忙活就行了 可别把你这刚做好的漂亮指甲 花花了 谢谢妈 这做个什么 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以后还怎么做家务啊 快点啊 一大家子还等着吃饭呢 来来来 多吃点 再当老师啊 平时也太累了 谢谢妈 和睦和睦 我先回房 哈哈哈 多吃点 ow 爹子 顾腹呢 是啊 入秋了 我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气皮 你平时超市整个家 是辛苦了 真辛苦 小小总是夸你脸上保养的好 这样子 你把这套新的 就给小小用了 不就是一套 你天天在家什么事也不做 哪有人家小小辛苦 好了好了 算就算吧 一家人和你最重要 妈 你没事吧 是啊妈 我就是一点想念 小小你们早点回去吧 明天还上班呢 你嫂子一个人照顾我就行了 杨国珠荣 鸽子 你可真会照顾人呢 小小啊 这些天啊 你是学校医院来回的跑 累了吧 妈 其实我也没来几回 不累的 你看看 都憔悴了 这个啊 是我在东二环新买的房子 拿着 就算这段时间啊 你来看我的奖励 你不敢 我辛辛苦苦照顾 功劳权是别人的 像你这种偏心的婆婆 简直就是头顶脚窗脚底画弄 你简直坏透 妈 林哥 你看你给妈切成什么样了 你还不明白吗 你妈之所以看不起我 那归根结底是因为看不起你 因为你弟弟比你有出息 他在你妈心里就失块宝 所以他媳妇也跟着失块宝 你妈把我和你都当傻子呢 你还一心的想要维护家庭和睦是吧 如果这个家的和睦是以牺牲我为前提的话 那我宁愿不敢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妈 以后你还是让您最爱的儿子来 生活费我们会照处的 啊 生活费不改变 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